人家想說夾帶 假裝要去唱演唱會 然後我可以把證據給大家看到 結果事態原諒 我當市長 市長現在還不到三個 人家就不讓我在那裡辦了 直言演唱會夾帶證據宣傳 柯文哲卻一臉無奈 想借北流卻被擋下來 所以早安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他不讓你辦是不是 我猜通常這種事情都是 太監就解決掉 不會到房上那裡 案批北流是太監揣摩上意 停在掌握而立 回轟規定就是柯市長定 北流場地租界就很明確的規定 就是不能設計任何政治活動 探開北流表演廳 黨旗申請和收費辦法 會議訂定時間一百零九年 表演廳活動不得違反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以及有關總統副總統 中央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競選活動 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 政治性議題活動 要選總統的人 動不動都用明朝的宮廷系 或者是清朝的宮廷系來看待這個問題 脫離我們現在二十一世紀的 這個年代的文化局的局長 我所能理解的範圍 所以他應該去問問用這個王朝吧 文化局授出科辦申請時序 今年三月二十四號前 科辦先和公關室聯繫並敞刊 二十四號提送正式租借申請書 內容涉及政治活動 北流告知無法在這舉辦 二十八號送交第二版 申請書企劃內容刪除較敏感文字 五天後二十九號依照規章婉拒活動申請 現在當柯市長變成柯總統候選人以後 卻反過來質疑這一些 我覺得是讓他們非常的難過 被藍英質疑難道是柯主席打臉柯市長 競選演唱會成了2024新戰場 TVBS新聞你有沈陽佩玉台北參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